今天我們的來賓是一位運動明星 好期待唷 他就是目前最夯的棒球投手 真人猴 歡迎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美國小熊隊曾恩和 然後現在因為是休記期間 所以就是有做一點自主訓練在美國這邊 我2014年那時候第一次來美國就是Karen姐來機場來載我的 然後就是其實幫打理蠻多東西的 阿迪啊真的是我看過的運動選手裡面 他真的是非常的謙虛 而且他非常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他就是很做任何事情都自動自發 那真的是我很欣賞的球員 真的我對他印象也非常好 我覺得他非常的有禮貌 2017年9月14號那一天 是不是 你初次的登上投球版 大聯盟投球版 當時的心情跟感受如何 其實我那時候決定來美國就是 也就是為了這一個就是 站上大聯盟的投手球 所以那時候心情當然是很興奮的 然後當丟完第一顆球的時候 他們就把球拿走的時候 我說那個球就是我在美國丟的第一顆球這樣 在美國大聯盟的球場丟的第一顆球 對然後 因為第一次然後那時候還有很多 就是隊友什麼就是完全就是 你只有在電視才看得到的隊友 因為是在大聯盟 對所以那時候印象真的是很深刻 是而且我覺得你應該也很驚訝對不對 因為你當時你只是去領獎 你是小聯盟最佳投手獎要去領獎 就沒想到就被教練叫上了 對大聯盟投手球了 那時候是教練有跟我講說 就是叫我要戴著手套還有滴血去 然後可是他也沒有跟我講說 會不會上去大聯盟 是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單純還是抱著領獎的心情 但是還是有準備就是說 也有可能會上去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在被 在那個芝加哥的地鐵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到芝加哥 要準備隔天的領獎 然後結果那天他就 我到在地鐵 在China Town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秋場的那個老大就跟我說 你人在哪裡 我說我在地鐵 他說你趕快回來 我們有事情要跟你說 然後我說我就趕快坐地鐵 回去那個Rigley Field 就去總教練房間 他跟我說你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你可以嗎 然後我說什麼可以 他說你明天比賽可以嗎 然後我說蛤 什麼意思 他說你 You just got caught up 就是你就剛剛被生上大聯盟 你要丟明天比賽 然後我就嚇到我說真的假的這樣子 然後那個 我的翻譯那時候也是滿驚訝的 對對對 那時候有一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嗎 可是我那時候是呆滯 我那時候是比較像 完全沒想說這麼快 對 對對對 我相信球迷都想知道說 你今年的目標是什麼 或者是你未來一年之內 有什麼人生目標 其實今年 我其實要加強的東西滿多的 因為今年有滿多自己就是不足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動作的調整 因為今年該試的其實都試過了 就是明年就是把這些東西 就是再發揮出來 就是練習的東西 整個明年就把它體現出來 然後就是希望能得到一個好的成績 我最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道影片 你在跳舞的影片 之前我們在小聯盟的時候 我都想 因為那時候看電視 看自己大聯盟的球隊在比賽的時候 贏的時候 就打拳打會有人在跳舞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小聯盟不知道他們的規則 是菜鳥到那邊投手的話要跳舞 然後我到座進去的時候 他們也沒跟我講說 因為我那時候是先發投手 先發投手不用跳舞 因為你先發投手是在休息室裡面 牛棚投手是在牛棚投手 可是那只有是牛棚投手才有著跳舞 然後到最後我被移去牛棚投手的時候 我就是菜鳥了 然後我就要跳那個舞 剛好那時候打出一支拳打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幹嘛 我就傻傻的 然後我說San San 換你了你要跳舞 然後鏡頭也都倒到這裡 然後我就 也就吃麻當活麻衣了 就突然就想出一個舞 就亂跳這樣子 那你平常的娛樂活動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打電動吧 對 然後也蠻喜歡去游泳跟釣魚的 最後呢 是不是也跟你的這個球迷 還有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說幾句話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球迷 就是一路以來的支持 就是從小聯盟到我這一路 就是有機會踏上大聯盟的舞台 然後 雖然說今年不是所有表現得特別理想 但是我明年會拿出最好的表現 給大家看的 好 我們也為你加油好不好 謝謝 加油 謝謝你今天來到我們的朋友圈 好那我們就要跟觀眾朋友們說再見囉 謝謝 拜拜 拜拜